去征聽一下觀眾的想法 有張小姐的 張小姐 你好 請說 我家人是屯門芙泰村 是中產家庭 兩夫妻有三個子女 我們有三個子女兩夫妻住 收到房住 我們屬於父母 叫我們要找地方搬 但我們好像兒子說得對 我們不搬了 媽媽你留在這裡 爸爸你留在這裡 我問他為什麼 他不可以趕你走 拆除我們三兄弟的名字 他就要搬去黃大宣 那些世間的調遷給你 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拿抗制公益金融就不一樣了 我又有權買樓 我三姊妹都拿出來 我們夠首期 工得很舒服 如果他在這裡 實行到新加坡拿出來 我們整家人都開心 爸爸媽媽你可以和我們一起住 不用讓他們分開了我們來 如果他不肯答應 我們三姊妹出去雜診賣樓 租樓也好 如果你們留在這裡 建立房住之後 你兩個人家沒有收入 沒有賺 那他怕不怕樓市爆煲 現在很多人怕你們可能供不起 樓市爆煲不用擔心 工得起 你供不起賣出去 就有錢代回 我朋友也試過 張小姐 你們這麼有能力 就應該真是可以 不用擔心 前面一個玫瑰花園 好 明白 謝謝張小姐 輪到你 李太 早安 請說 不好意思 我想說一下 公職金戶口的錢 今時今日 連黎印都不夠給 我公職金戶口有三十幾萬 我可以買些什麼呢 我快六十歲快要退休了 那你不買 別人買可以不可以 公職金戶口夠買什麼 你告訴我 今時今日 黎印未必夠費 好像我快六十歲 我買了 當我有三百萬就買了 我問你去公職嗎 想不想到會呢 這個是質問題 剛剛才有高官說 你要量力 買樓 我們不是猜你買樓 另外林鄭就幫你上車 找完車就說你負資產 我曾經負資產買了一層樓 我又不需要搜紙 你叫我站在那裡 我怎麼辦 我都很徬徨 還有今時今日 市民 是很多人想上一層樓 為什麼呢 原來一層樓 我的資產就可以無限的 升值了很多倍 其實住樓 所以買樓是一個藉口 其實有因是說我有層樓 我可以賺很多錢 我賣了可以儲染 當初十多萬的公屋 今時今日都賣三四百萬 四五百萬 誰不問有間公屋 是不是 這是一個有因 他看不到的有因 而且已經學不到新加坡 已經太遲了 好 明白 即是你都不贊成這樣做 多謝你 李太 各個人的情況都真是很不一樣 先問一下陳先生 Hello 陳先生 早晨 時間有限 時間有限 強益金供款 肯定是百分之一百 就不夠買樓 收益都不夠給 其實三方面的 其實政府呢 即是五個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最少 就不是僱主僱員 包括政府都要下水 你經常都 是個人的選擇 你喜歡不喜歡買樓 你可以喜歡買樓 我喜歡自己住就行 買樓就行 其實我們香港不需要跟新加坡相比的 因為新加坡其實是很多管制的 第三樣東西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政府無能 無能什麼呢 就是 藤德林 即是難聽的那句話呢 他真是官商勾結的 他就一定不可以給二手樓 OK 做超過六成 但是呢 他容許銀行呢 OK 或者發展商呢 就可以做到八成九成 還有一樣東西更過癮的 六字居 你知不知道做幾成 九成可以 你知不知道 為何六字居的人可以做九成 八成九成 為何人家買二手樓可以做六成五成 你要解釋我才可以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他不是供不起樓 他不是供不起樓 他只是供不起樓 你怎麼搞 我賺十幾萬一個月 我賺二千萬 我只有六百多萬 我不是供不起樓 我賺五萬多元 我供不起樓 明白 這個都是大家面對的情況 不過做一點點補充 當然我都會認為 由任志剛年代金管局關於案件 案件 其實是說不通的 不過客觀上 你說地產商或者其他的 很多貸款 你看他是用財務公司條例 還是用銀行條例 用銀行條例 他收得比較緊些 財務公司 坦白說 就算是某位大坑借給你 他是真的現金借給你的 其實他自己本身沒有再抵押 或者是沒有用存款 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 請教總哥 有些市民會這樣說 你退休的 是一件事 當然是用NPF 現在開到道門 令個別有能力 或成的 他們多一個選擇 好像黃拔那樣說 風險置庫 當然 是否不排除這些人 你突然有些 好像觀眾這樣說 你最高的1-2% 都說的是幾十萬 幾十萬 現在香港的樓價 動一點 就斷千萬計 其實是杯水車身 其實剛才幾位觀眾 都反映了 你不同的家庭背景 或者經濟狀況 一定有不同的選擇 或者不同的決定 所以很難一枝竹 打船人 這是很難的 但你說 剛才最重要的觀點 就是被人選擇 可以不可以 當然選擇 當然可以 你可以選擇 可以不選擇 這是一個 表面上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不過你要想一想 一個問題 就是產生社會效應 怎樣才行 名義上的選擇 但實際上怎樣 可能產生很多羊群心理 和市場心理 剛才有觀眾都這樣說 這些樓價會不斷升 升升升升 你想想 如果我還不買 就更吃虧 更貴 早點買 拿出來 但沒有人會保證得到 什麼時候會跌 剛才也有觀眾說 跌到又跌的時候 它都負資產 現象怎樣 這個是沒有人拿水晶球 沒有人會知道怎樣 但問題在於就是 如果你一出了政策 一說選擇的話 市場怎樣 一定會飆升 購買力出來了 自不然 又有人搶 自不然這樣 這個是表現的 因為飆升 不是一個本身市場應該飆升的情況 而是製造出來的飆升 這種不健康的狀態 後遺症我相信會大 但是交給自己手上 我剛才說 你取得多少出來 現在最厲害的那些 多少% 有100萬 而大多數十幾二十萬 你變成引人 引死那些人 那些人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對那些人來說 有些人可能欠100萬 剛才我講 我開宗明義都說了 本身很多人 事之前都不贊成強資金 為什麼呢 我自己有錢 為什麼不可以自己管制自己 我儲蓄或者我怎樣去投資 這是我自己的權 但問題在於現在 沒有說了 已經成立了18年了 怎麼樣呢 當然我都想取消 但取消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這個在某程度上 有些人也得益的 為什麼呢 二十多萬的朋友 我都入住宿 一退休之後 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政府行得好 過退休保障制度的話 問題就不重要 是 所以買 投資還投資 買樓還買樓 退休還退休 這個CPF 就是新加坡就是這樣 有三部份 有醫療 有投資 如果政府可以分開 沒有所謂 現在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最擔心醫療 退休的時候 生活不是太多錢 我最擔心醫療費 不知如何辦 不過正如剛才 許晨之前你有提到 我不是只買樓 既然門都開了 有些彈性 我也想請教 郭先生 現屆政府一上場 我也打了個突 第一 房屋政策 基本上 不再建公屋 所謂的陸子居 其實只是居屋 不要用這些名字來玩 提供很多選擇給大家買 第二 現在有可能NPF 雜都放了出去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不是變成買樓 成為了香港所有福利的核心 你養老也是靠它 將來易安揭也是靠它 什麼都靠它 變成買樓 買樓便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我想過往政府的福利政策 它都有一個迷失 譬如我們做貧窮線的時候 它經常說 即使那個貧窮 長者人口好像有三十萬 那麼多 但其實高估了 因為他們有資產 可能他們有物業等等 有些人甚至說貧窮線 就應該算成為資產 就是很有趣 所以其實他們背後會想 其實香港人不是那麼窮的 你一定有些財富收了 譬如很搞笑的 它陸子居就說 即使排隊等著上樓的人 都買得起的 原因可能是你們 強行漏報、門報、不報 其實如果一有樓給你買 你就會拿回所有的錢出來 所以其實政府第一個思維 就是它 根本上覺得 現在的審查制度 就很多漏網之餘 或者很多門騙的情況 第二 其實它都是一向的做法 就是將風險 將責任推回個人的方面 就是我們經常說 其實要是有社會保險的制度 無論是醫療、退休等等 其實就是 不是說政府去 逼大家去每人去儲蓄給自己用 而是整個社會作為一個集體 大家去分擔互相的風險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人生流流長 你好命的可能一百歲 或者你可能不幸的 中間你失業破產 或者有什麼傷病等等 所以問題就是 面對一個龐大的社會風險 當中包括住屋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是整個社會去面對呢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政府將責任推向個人 而又將福利的重心 推去一個房屋 置業 這個資產的一部分 就是覺得搞定你上樓 你就政府一身就鬆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 現在政府將責任推給個人 只是我們個人將責任推給政府 但是 你說公屋的問題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人支持 公屋賦戶 本身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 你住公屋 怎麼會是賦戶呢 所以我覺得陸自居政府 它的做法就是 其實我覺得所謂的 Carrot and Steak 就是 日後 他可能將公屋賦戶的要求 開始越來越高 希望趕他離開 但又不要完全趕你離開 我建新樓 給你們住 似乎看起來就好像是這樣的 其實有什麼問題 講走公屋賦戶 我想問問兩位工會背景的人 講走公屋賦戶 你對著現在電視這麼多觀眾 有什麼問題 你先不要說 自居是公屋 如果他是賦戶 先不要說名字賦戶 先看他善典畫 那真的有賦戶 大家經常有概念上高 我覺得很不公道 你只是說賦戶 那多少錢 很多是李嘉誠 當然是 但善典畫 他仍然是立法會議員 所有人都知道他責任 他剛才的家庭 為何他仍是住客 譬如用他做例子 應不應該趕走他 不過之前也有討論過 關於陸自居這件事 似乎是否政府想用一些方法 希望公屋賦戶 他們有機會能夠轉移到陸自居 騰空自己的公屋 我們不是針對公屋賦戶 如果他是富戶 如果他是富戶 就應該趕走他 因為他不應該是 因為今天討論的 不是這個狀態 我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他有能力的話 如果他願意或有能力的話 給他一個轉達 一個自治的居所 沒有人反對應用 以前居屋就是這樣做 以前所謂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 他有能力的話 如果他只有願意的話 讓他買得起 又供得起 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是大家沒有反對 所以以前就是什麼 以前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居屋的數量不夠 以前來講 這是個階級 況且居屋的定價都低 讓大家可以購買得起 但如果現在不是那麼高 本身市場價格高不高 拿到六折、七折都非常高 能力變了擔心 還有那個穩定性 現在是泡沫的 很嚴重 是 這樣跌下來怎麼辦 這是擔心的 是 剛才鐘哥提到 這是一個時機的問題 是的 就是時機 黃白 為什麼我剛才提出 六字居的問題 就是說 六字居有些公屋的所謂傅戶 他們要買 如果我手上現金不夠 但我MPF有 那三幾十萬 幫保護客 是否可以上樓呢 但是這個理論 就算是對的 其實是要看時機的 你想參考或者學外面 某些例子不是不行的 最重要是 了解到別人整個原理是什麼 不是表面上有什麼特徵 是 請問白仙 你怎樣看呢 總結 我想總結就是 真是給自主 讓人去選擇 剛才我們聽到有些觀眾說 我都幾十歲了 我不會買 我多給別人一個選擇,你不願意行使,便是你的事 但我覺得在執行上,不要講那麼多理論 理論是可否用來買房子,可否買股票 我想不要講,只是講一件事 以後的事,以後才算 我們可以給一個Flexibility,對吧 因為你不可以學一些,又不學一些 而且中生是很難去比較,所以政府要研究 有一個自己的資業,還有一個可以升值的居所 誰不喜歡呢?有一個租別人,又給別人供 但問題在於,政府說,NPF是為大家退休之用 但你退休的制度怎樣呢? 如果你完全退休制度,就無所謂 在新加坡這個,有退休制度 因為他三分之一,就給了另一個戶口,就用來退休的 連一模的 況且還有一樣東西,就是人家的數字是大的 供款供很多 人家本身自己擁有的數量很大 現在我們二十多三十萬 就算你拿了多少 這個意義真是不大的 如果你是百多萬,就無所謂 我剛才講的,如果那些真是高的話呢 如果他不自在那些退休問題,或者那些什麼的話呢 他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總結,我只覺得 如果政府真的想推出這一個所謂的治療的方向 就麻煩你先搞退休 退休搞不了,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是出來的 那你怎樣呢? 就用房子解決了 如果你說不用怕的,你買房子之後呢 我保你退休了 你給多少錢給你,沒所謂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在多管齊下,不可以單管去行的 即是說,他鼓勵你買房子 鼓勵了之後怎樣? 後遺症你要想一想才行的 你不能夠說鼓勵你不理你之後呢 我就不理你那麼多了,你自己顧自己 我覺得這個就不公道 真的研究應該怎樣買房子呢?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這樣 第二個問題就是 除非政府是大量有公屋和居屋供應 你可以重申主導權 你如果說市面上樓宇供應量 差不多七、八成都是政府的 當中有四、五成是居屋 而居屋也是脫離市價的 大家可不可以用強積金一部份來買房子呢? 這個可以再相確 但問題就不是,如果你現在全部都是居屋主導的市場 而政府又沒有任何作為 就叫大家拿那些雞稅幾十萬的錢出來 去上車買房子 其實我覺得是推大家去死 是的,我猜強積金方面都是 基本上現在交給這個基金公司去做 那個管理,那個回報 那兩件事不可以吵架黃拔 因為他說他不是做這一份 不是,我的基金是在那個 在裡面就很棒 是長逼別人光顧我 那我就抵鬧,我不是 所以一點很不同 新加坡和香港不同 新加坡是整個大水塘的投資 但香港是自己個人的投資 那個回報一定是小的 還有就是風險很大的 新加坡是政府的包底 還有自己的投資 那這樣做得更好才行 所以變了一學點不學點 剛才你剛才說的 就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因為如果做的話,就多方面 那還可以向哪方面研究去爭議 其實坦白說,今天表面上 坐我左右 黃拔真的坐我右邊 比我更右 但其實不是百分之百矛盾的 其實中國都強調到一個要點 就是香港的那個 所謂養老的那個工作 得罪點說句 連殖民時代的新加坡都不如 新加坡在1955年已經有這個中央公積感 你有了那個前提 然後你再講自由 再講Kick Classing 譬如說你用置業 去用來跟你那個所謂的養老去掛勾 這個東西才是合理的 證明郭先生也有提到 新加坡和香港最大的不同是甚麼呢 它的樓價的確是政府管控的 你做屋賣多少錢 其實才可以跟你所謂的供款掛勾 你現在說我開了一個自由給你 就是香港的市民可以去買樓 但其實你留意一下林太 現在暫時都未講得很清楚 就是他所謂的置業階梯 其實他最後那一步都是私人市場 如果最後那一步都是私人市場 而且我們陸自居也好 新居屋也好 都是用手指也好 其實都是跟市價某程度掛勾的話 其實市民死坑死底那些小小的NPA 是否應該這樣用呢 或者其實跟地產財團的利益的交換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需要謹慎 但不是說這個方向完全不可以思考 亦都不可以這麼簡單地想